Domingo住在亚马郡提卡村 一带气旋横扫 连这棵大树都应声而倒 它种植的玉米 番茄和木树下场可想而知 家园毁坏收成泡汤 一夕之间它失去所有 直到灾后一周领到这顶大帐篷 Domingo的儿子灾后疑似罹患疟疾 女儿在医院看顾 孙子们都跟着他住在帐篷 随便铺了衣服就地而睡 光是在帐篷里面待五分钟 我们已经满头大汗快要受不了 但是Domingo非常的感恩 有这么一个大帐篷可以让全家人住在一起 因为在更早之前取得帐篷之前 他们全家人是住在没有屋顶的教堂 不只Domingo家村子里无一幸免 孩子们中断学业将近一个月才刚要陆续复课 在Domingo家附近的这个教堂呢 一代气旋来的时候屋顶被毁坏了 当时有两百六十个人住在这个教堂里面 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于是Domingo马上召集了大约有三十个小朋友 秀给我们看 当时光是这个区块就睡了三十个人 因此这个教堂呢 容纳了两百多人足足一周的时间 灾后第四周他们听说有人要发物资 于是Domingo徒步走了将近五公里 来到村办公室 生怕领不到提早等候六个小时 他虽然不清楚眼前的慈激志工 从哪里来 但他告诉我们他真心感恩 因为这是全家人的救命粮食 大爱新闻的亚平洋 俊廷 蔡凯帆 莫山比克采访报道